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 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 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第47章和第48章 约瑟进去告诉法老说 我的父亲和我的弟兄带着羊群牛群 并一切所有的从迦兰地来了 如今在戈山地 约瑟从他弟兄中挑出五个人来 引他们去见法老 法老问约瑟的弟兄说 你们以何时为业 他们对法老说 你仆人是牧羊的 连我们的祖宗也是牧羊的 他们又对法老说 迦南地的饥荒甚大 仆人的羊群没有草吃 所以我们来到这地寄居 现在求你容仆人住在戈山地 法老对约瑟说 你父亲和你弟兄到里这里来了 埃及地都在你面前 只管叫你父亲和你弟兄住在国中最好的地 他们可以住在戈山地 你若知道他们中间有什么能人 就派他们看管我的身处 约瑟领他父亲雅各进到法老面前 雅各就给法老祝福 法老问雅各说 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 雅各对法老说 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年 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 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 雅各又给法老祝福 就从法老面前出去了 约瑟遵着法老的命 把埃及国最好的地 就是兰塞境内的地 给他父亲和弟兄居住 作为产业 约瑟用粮食奉养他父亲和他弟兄 并他父亲全家的眷属 都是照各家的人口奉养他们 饥荒盛大 全地都决了粮 甚至埃及地和加南地的人 因那饥荒的缘故都扼婚了 约瑟收据了埃及地和加南地 所有的银子 就是众人敌粮的银子 约瑟就把那银子 带到法老的宫里 埃及地和加南地的银子 都花尽了 埃及众人都来捐约瑟 说我们的银子都用尽了 求你给我们粮食 我们为什么死在你面前呢 约瑟说若是银子用尽了 可以把你们的牲畜给我 我就为你们的牲畜给你们粮食 于是他们把牲畜赶到约瑟那里 约瑟就拿粮食 换了他们的牛羊驴马 那一年因换他们一切的牲畜 就用粮食养活他们 那一年过去 第二年他们又来见约瑟说 我们不满我主 我们的银子都花尽了 牲畜也都归了我主 我们在我主眼前 除了我们的身体和田地之外 一无所剩 你何人见我们人死地荒呢 求你用粮食买我们和我们的地 我们和我们的地就要给法老效力 又求你给我们种子 使我们得以存活 不治死亡 地土也不治荒凉 于是约瑟为法老买了埃及所有的地 埃及人因被饥荒所破 各都卖了自己的田地 那地就都归了法老 至于百姓 约瑟叫他们从埃及这边 直到埃及那边 都各归各成 唯有祭司的地约瑟没有买 因为祭司有从法老所得的长缝 他们吃法老所给的长缝 所以他们不卖自己的地 约瑟对百姓说 我今日为法老买了你们和你们的地 看啊 这里有种子给你们 你们可以种地 后来打粮食的时候 你们要把五分之一纳给法老 四分可以归你们做地里的种子 也做你们和你们家口孩童的食物 他们说 你救了我们的性命 但愿我们在我主眼前蒙恩 我们就做法老的仆人 于是约瑟为埃及地定下长力 直到今日 法老必得五分之一 唯独祭司的地不归法老 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的戈山地 他们在那里制了产业 并且生养甚多 雅各住在埃及地十七年 雅各平生的年日是一百四十七岁 以色列的死期临近了 他就叫了他儿子约瑟来说 我若在你眼前蒙恩 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 用慈爱和诚实带我 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 我与我祖我父同睡的时候 你要将我带出埃及 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 约瑟说 我必遵征你的命而行 雅各说 你要向我起事 约瑟就向他起了事 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 这时以后 有人告诉约瑟说 你的父亲病了 他就带着两个儿子 马拉西和以法莲同学 有人告诉雅各说 请看 你儿子约瑟到你这里来了 以色列就勉强在床上坐起来 雅各的约瑟说 全能的神 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 赐福于我 对我说 我必使你生养众多 成为多名 又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衣 永远为业 我未到埃及见你之先 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马拉西 这两个儿子是我的 正如刘汴和西缅是我的一样 你在他们以后所生的 就是你的 他们可以归于他们的弟兄的名下得产业 至于我 我从巴旦来的时候 拉姐死在我眼前 在迦南地的路上 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 我就把他葬在以法他的路上 以法他就是伯利恒 以色列看见约瑟的两个儿子 就说 这是谁 约瑟对他父亲说 这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儿子 以色列说 请你领他们到我跟前 我要给他们祝福 以色列联系老麦 眼睛昏花 不能看见 约瑟领他们到他跟前 他就和他们亲嘴 抱着他们 以色列对耶色说 我想不到得见你的面 不料神又使我得见你的儿子 约瑟把两个儿子 从以色列两棲中领出来 自己就脸浮于地下半 随后约瑟又拉着他们两个 以法莲在他的右手里 对着以色列的左手 马拉西在他的左手里 对着以色列的右手 领他们到以色列的跟前 以色列伸出右手来 按在以法莲的头上 以法莲乃是次子 右键搭过左手来 按在马拉西的头上 马拉西原是长子 他就给约瑟祝福说 愿我祖亚伯拉罕和我父 以色所侍奉的神 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 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 赐福与这两个童子 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 和我祖亚伯拉罕 我父亲以色的名下 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 约瑟见他父亲 把右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 就不喜悦 便提起他父亲的手 要从以法莲头上 挪到马拉西的头上 约瑟对他父亲说 我父不是这样 这本是长子 求你把右手按在他的头上 他父亲不从说 我知道 我儿我知道 他也必成为一族 也必畅大 只是他的兄弟将来比他还大 他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 当日就给他们祝福说 以色列人要指着你们祝福说 愿神使你如以法莲 马拉西一样 于是立以法莲在马拉西以上 以色列又对约瑟说 我要死了 但神必与你们同在 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 并且我从前用弓 用刀 从亚牧利人手下夺的那块地 我都赐给你 使你比众弟兄多得一份 我们来看《创世纪》47章和48章 已经到了雅各的晚年 他也即将要离世 到神的那里去 雅各这时候在乎的是什么 如果我们从整个环境来看 约瑟在埃及做宰相 所以他们整个家族也在蓝色这个地区 做了一个最好的生活的安排 家业 影响力 孩子的住处 全部都安排好了 各地都在饥荒的时候 他们在埃及 不仅仅是只是温饱而已 他们还有极大的影响力 那雅各满足了吗 我们来透过今天第47章来看 当你在一切环境都满足的时候 你最应该要抓住的是什么 第一节第二节 约瑟非常地有智慧 他找到五个人 引他们去见法老 为什么只带五个人 因为五在埃及当中 唯一一个幸运的数字 所以约瑟清楚地知道 法老喜欢什么 法老不喜欢什么 所以约瑟在带领他的兄弟们 与法老对话的过程当中 他要知道法老的心意 所以他找五个人 吉祥的数目 一个最好的数目 与法老对话 法老喜欢 然后就再问 法老问约瑟的弟兄说 你们以何事为业啊 他们就对法老说 你仆人是牧羊的 连我们的祖宗也是牧羊的 关键就是 五是埃及的幸运数字 法老喜欢 法老开口 但牧羊人 埃及人不喜欢 因为他们认为牧羊人很脏 比较低贱的职业 所以这个不喜欢 就给他们一块地 与埃及人有所分别 这就是约瑟说话的智慧 而这个智慧是在哪里 在监狱里面习得的 在前几课我们都说到 在创世纪前几篇 我们也都说到 你在生命当中低谷 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 神都有智慧为你安排 所以不要去埋怨 就去感恩 去享受 去学习 就发现这些都能够成为 将来你有智慧的 去面对和处理一切的事物 所以饥荒就非常大 然后仆人的羊群没有炒吃 所以我们来到这地寄居 现在求你容仆人 住在戈山地 所以法老就安排他们在那里 在第七节 约瑟又领他父亲雅各 进到法老面前 雅各就给法老祝福 一个多年来在捉夺的人 现在有机会遇见当时 全地的主 最有钱的国家 一国之王的面前 他反而不求什么 只为他祝福 这就是以色列生命 已经被熬练到成熟 长大的时刻 亲爱的家人 这也是我们将来的命定 约瑟的梦 这是他做宰相 到雅各能够为法老祝福 不单只是讲他们两人的故事 是在讲整个以色列选民的故事 更是在讲永恒的将来 神的儿女的每一个预定 呼召应许都是这个 我们就是被应许要做王的 我们就是被应许将来 能够赐礼祝福这地的 在千年国期间 在永恒的新天新地 我们的呼召是荣耀的心腹 我们的呼召也是与主同做王 我们的生命成熟长大了没有 就关乎于 我们能不能去为人祝福 今天我们来到一些 有权有势人的面前 今天我们来到一些 可以帮助我们 甚至扭转我们一生的人的面前 我们要想到的是 他来祝福我们 还是我们也能够想到 在基督里 我能够去祝福到他 这就是我们一个心态 最大的改变 不惧怕 不训人的情面 我们不骄傲 但我们要晓得神在我们生命当中 一个荣耀的托付和呼召 法老就问雅各说 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啊 第九节 雅各对法老说 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 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 不及我列祖 在世寄居的年日 130岁在当时的埃及 是长寿了 但是雅各回顾他的一生 是又少又苦 而不及我祖先在这地上寄居的日子 以色列现在成熟到一种地步 他知道生命当中的年日 什么叫做美好 什么叫做长寿 美好就是与祖生命的关系的连结的清静 什么叫做长寿 就是你的年日被祖纪念的 被祖纪录的有多少 雅各的亲主知道 在他生命的历程的当中 被神的剥夺啊 被神的破碎啊 其实都是在他苦难之后 才慢慢学习的功课 但是在他生命年轻最强壮的那几年 你仔细去看看 其实他的生命里面真的是充满许多的苦 而这个苦是他并没有认识这位呼召他的神 祝福他的神 甚至应许他的祖父父父亲的神 那为什么讲又少呢 在你我的生命当中 被神纪念的日子有多少 我们可能每天有人有写日记的习惯 可能每天有人有记账的习惯 这一年我们去了哪里玩 这一年我们去做了哪些事 这一年我们赚了多少钱 哇 这一年我去了哪些的地方 这些年我做了哪些的工作 记数自己的年日 哇 我们的生命不少啊 但是你的生活当中 每一件大小事 与神的国度的连结有多少 与神的接触有多少 你可以忙碌你 你每一天要去做的事情 七十年 六十年 甚至你可以活到八十年 但这些年日当中 为神的国度纪念的有多少 所以为什么雅各他知道 他的生命又苦又少 不及他主寄居的日子 因为我们真正要将来生活的是在永恒 地上这一百年都叫寄居 我们也来看看我们自己 亲爱的家人 问问你自己 你渴望你的生命 在年老的时候回头一看 是又苦又少吗 我相信没有人愿意 你渴望你蒙福吗 你渴望你充满神的恩宠吗 你渴望在你的生命的每一个年日 每一个时刻都被主纪念吗 花时间与主亲近 花时间思想神的国度 花时间参与 神在你我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制作 他的引导 他的带领 我去探访 我去关怀 我去服侍 甚至是我去为人带导 这都在神国度的纪念的当中 有人可能忙了一辈子的侍奉 满足自己的心 把教会搞得热热闹闹 但很有可能主那天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我不认识你 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很有可能 名不见经传的人 忠心地在神面前带导 服侍 摆上 探访 关怀 送餐 没有人看见 甚至是不在教会以内 但是 被神的国度而纪念 这就是我们要去祷告 愿我的年日在神的面前 不是又苦又少 在这寄居的日子当中 每一天都可以蒙纪念 十一节 约瑟尊子发老的命 把埃及国最好的地 就是蓝色境内的地 给他父亲和弟兄居住 作为产业 果然这块地就是给以色列人 让他们从一个人变到一个家 再变整个家族 再变为一整个大社群 最后成为一个国度 都是在这个地方养成的 所以从十二节到第十八节 果然就要去形容 约瑟他们这个家 约瑟在这地开始去治理 这也是我们将来在末世 要去做的事 也是在永恒的时候 我们要去做的事 按照智慧 按照分配 使每一个人也晓得 如何侍奉他们的主 二八节二九节 雅各住在埃及第十七年 雅各平生的年日是一百四十七岁 所以在埃及住了十七年 二九节 以色列的时期临近了 他就叫了他儿子约瑟来 我若在你眼前蒙恩 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 用慈爱和城市带我 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 把我带出埃及 葬在他们所在的地方 约瑟就说 我必遵你的命而行 雅各说你要向我启示 你一定要向我启示 你一定会做到 约瑟就向他启示 于是以色列就在床头上 敬拜神 就是他的生命的结束 是在敬拜 扶着帐头 其实就在敬拜的意思 在扶着帐头 俯伏在神的面前 敬拜神 而离世 为什么不住在埃及 埃及很好 饥荒已经过了很多年了 他住了十七年了 当时的饥荒已经早结束了 如果雅各要回迦南 他有能力回去 儿子是埃及的宰相 他怎么不回去呢 约瑟 他要让爸爸回到迦南地 有什么难的呢 住在埃及 当时就可以驾车 送着兄弟们 去到迦南 让爸爸看到 他的坐车 就可以来了 送爸爸一趟 用坐车送爸爸一趟 回迦南老家去看看 有很难吗 为什么 以色列成熟到一种地步 他的每一步 都活在神的心意里面 从迦南 说我要去看儿子 我要去看儿子 到了别世吧 还是要一直不断地 献祭献祭 寻求神的心意 神对他说 不要害怕 你要下埃及去 天色要在那里 为你送账 好 以色列就下来 从那时候 他的灵一苏醒 他就成为以色列 但以色列 他要不要回到迦南老家 去看看呢 十七年 十七年 回去看一眼不行吗 他必须要去知道 神的心意 所以神的心意 是要叫整个 以色列这个家族 在蓝色这块地区 被建造 长成 因为神要让迦南地 预备四百三十年 来预备好 这不是真的能够 回转向神 还是他们不断地犯罪 犯罪犯罪 直到以色列 整个国家成熟长大 预备好了 离开埃及 进到迦南 成为迦南地的主人 以色列已经活在神的时间表 亲爱的家人 我们如果真的成熟长大 你真的会活在神的时间表当中 你的每一步 你的每一个决定 甚至是连以色列 要不要回迦南老家 把自己葬在那里 这个不是一个落叶归根的想法而已 那是一个说 我们的家 一定要来回应神的应许 即使是我死了 儿子 你也要把我葬在迦南地区 约瑟也是 约瑟也要自己知道 我是埃及的宰相 我不是要葬在埃及 我们的家在这里 繁荣昌盛壮大 我们是要回去 神的应许美定 这个跟很多现在移民的观念不一样 很多人移民了 就葬在国外了 谁会要回到老家 回老家看看 但我们的家属都已经在这边 政治的影响力 经济的影响力 生活的影响力 够了 我们就葬在这里了 我们怎么会想到 还要让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后裔 一定要回去呢 移民不是这种想法 这里所想的是应许的想法 所以亲爱的家人 你我这世代一百年就过了 那我们能不能知道 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孙子孙女 也跟着我们的脚中 踏上命定 我们的家是蒙神所呼召 蒙神所应许的 所以做父母的 我们从孩子年幼的时候 就不断地要告诉他们 不断地告诉他们 我们要踏上跟回应神的应许 我们要一直去相信 亚伯拉恩的应许 在我们的身上 大卫的应许 在我们的身上 耶稣基督 为我们儿子的应许 新约在我们身上 我们要过的就是一个 等候基督再来的生活 这是我们每一天都跟我们孩子所讲 所以我们真的要祷告 主啊 让我们的家族敬畏你 让我们的家族回应你的应许 让我们的家族一直活在你的面前 这就是我们最深的敬拜 这也是我们带给孩子们的遗产 不是钱 不是房子 而是我们对神的敬畏 这是非常重要 在第48章 以色列要走了 第三节 雅各对耶稣说 全能的神 曾在迦南地的路 是向我显现 赐福于我 对我说 我必使你生养众多 成为多名 又要把这地赐给你为后裔 永远为业 全能的神 是雅各在年老的时候 真真实实 对神的一个认识 El Shaddai这个字 在亚伯拉罕成熟的时候 El Shaddai向他显现 你要成为完全人 也对以撒说 El Shaddai 你要敬畏我 雅各也真实地认识 El Shaddai 全能的神 我们今天祷告 神向我开启 我生命的每一个时刻 向我开启 你是全能的神 让我和我的家 和我的心 都对准你 敬畏你 而全能的神 在我家中掌权 第五节 我未到埃及见你已先 你在埃及地 所生的以法联和马拿西 这两个儿子 是我的 正如 刘变和西敏 是我的一样 雅各在临死之前 他要做一件事情 他也要帮助约瑟成熟 雅各要帮助约瑟 踏上命定 所以他要把 马拿西和以法联 纳为自己的儿子 不是自己的孙子 纳为自己的儿子 跟他另外十一个孩子 已经是同等了 雅各要做一件 很特别的事情 就是把这两个儿子 提升为我的孩子 你看第六节 你在他们以后所生的 就是你的 他们可以归于 他们的弟兄的名下 得产业 特别 让这两个孙子变为儿子 这两个儿子就与约瑟同辈了 这个就有点同辈的感觉了 那日后约瑟所生的 才是他的孩子 这个对约瑟而言 是一个极大的尊荣 让自己的儿子更靠近父亲 更靠近神的应许 更被提升 成为与他父子辈同辈的 这是一个在尊荣 在一个荣耀 一个应许当中的一个提升 所以你看 第八节 以色列就看见约瑟两个儿子 就说这是谁呀 这个就是拉结生下的约瑟 而约瑟生下的两个孩子 雅各爱拉结 所以要把这两个儿子提升 第十节 以色列年纪老迈 眼睛温花不能看见 跟他的父亲以撒年老的时候一样 约瑟领他们到他跟前 他就和他们亲嘴抱着他们 以色列就对约瑟说 我想不到见到你的面 不料神又使我见到你的儿子 然后约瑟就把儿子领出来 面佛下半 就把伊法莲放在右手 对着以色列的左手 马拉西在他左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右手 领他们到以色列的跟前 约瑟清楚的知道 要让他父亲的右手 按在长子的身上 父亲的左手 按在小儿子的身上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安排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安排 因为要让马拉西承接长子的祝福 要小孩子承接赤子的祝福 这不能搞混的 所以约瑟还是很清楚的 约瑟非常清楚的 因为他们将父亲的祝福 看为非常的重要 因为他感受到一种的尊荣 约瑟感受到一种的喜悦 我两个孩子提升到我的这一辈 成为我父亲的儿子 与我同辈 这是尊荣 这是肯定 这是一个极大的应许 这是一个荣耀的提升 十四节 以色列伸出右手 按在赤子 伸出简搭左手 按在马拉西的头上 为他们祝福 他先给约瑟祝福 你看十五十六节 给约瑟祝福 祝福祝福完 然后十七节 约瑟见他父亲 把右手按在以法连的头上 不喜悦 提起他父亲的手 要把以法连头上挪到 马拉西的头上 约瑟不喜悦 刚刚觉得很快乐 这是一个荣耀 这是一个尊荣 这是一个应许 这是一个提升 现在呢 不喜悦 父亲啊 你老眼昏花了 搞错了 你搞错了 我没有领错 你搞错了 十九节 他父亲不从说 我知道 我儿 我知道 雅各眼睛昏花 但他的灵 非常的清楚 以撒眼睛昏花 彼此灵敏 可以闻得出 这个是我儿 以扫的味道 但是声音听起来 是我小儿子 雅各的声音 搞混了 所以他就祝福了 雅各不是 雅各很清楚 这是对约瑟的一个事业 亲爱的家人 你仔细看看 约瑟看到自己的孩子被提升 荣耀 我奉献给我的父亲 我要遵从我父亲的祝福 我愿意把我的两个孩子 成为我的同辈 成为我父亲的儿子 不归属我了 成为我父亲的了 这是我父亲的儿子了 但是当我的父亲 一交叉的时候 按照神放在他里面的感动和心意 他这么去做的时候 约瑟不喜悦了 父亲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雅各说 我知道 我知道 他也会成为大国 果然日后 以法连就成为整个以色列国的代表 叫以法连 以法连之派是非常大的 亲爱的家人 这个是在考验我们 什么 我们常常 我们要奉献给神 神要祝福我们 得来的祝福 我们把得来的恩典 得来写奉献给教会 奉献给神 摆在神的面前 但是教会的用法 神的用法 跟神的方式 跟我想的不一样 跟我的次序不一样 跟我的认知不一样 我就不喜悦 我奉献给教会 结果教会这样用 我奉献给这个牧师 结果这个牧师反而转送出去 我奉献给神 就反而 神也没有这样 祝福我 人家奉献给神 你就祝福 我奉献给神 什么无消无息 我的困难还是一样 我的难处还是一样 这个就是雅各对约瑟的考验 也是神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考验 亲爱的家人 你奉献了 神祝福了 神恩待了 好荣耀 好感恩 谢谢神悦纳 但是神的使用 教会的使用 牧掌门的使用 跟你想的不一样的时候 你会不会就觉得 怎么能够这样子 我以后不奉献了 约瑟心中不喜悦 刚刚把我的孩子 成为父亲的孩子的时候 约瑟怎么没有不喜悦 怎么现在 父亲祝福是交换的时候 约瑟就不喜悦 亲爱的家人 我们都很需要被改变 雅各是一个被改变到成熟的人 他的成熟 可以使神的心意借着他 祝福法郎 他的成熟 他知道 埃及不是我们的居住地 我们一定要回到迦南 但是他要照着神的时间表回去 住在埃及 丰盛了十七年 不敢回去 因为他要知道神的时间表 必须知道 四百年 他就要降服在这四百年的当中 约瑟也要降服在这四百年当中 以色列人就要等候这四百年 才可以回到迦南美帝 天的家人 这就叫做成熟 这就叫做认识神的国 我们今天 一个没有认识神的国的里面 我们只认识到神的祝福 我们不认识神国治理的权柄 我们不懂神的次序 我们有我们喜悦的地方 我们一不照我们的想法 我们就不喜悦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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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奉献了不奉献了 我不服事了我不服事了 我换教会我换教会 我对这些传道人都很失望 我对牧师很失望 我就自己好好一个人敬拜神就好了 我们太多人活在这种 没有活在次序权柄的里面 总觉得我的想法是对的 我的观念是正确的 我看的才是最全面的 雅各的祝福 真的是回应了神的应许 因为神要使以法联 日后成为整个以色列的代表 这就是神的安排 雅各知道神的应许 亲爱的家人 我们能不能帮助我们的儿女 正确的踏上神的命定 你把孩子奉献给神 但是孩子是不是要照着你的心意 选这个学校 找这个工作 做这个服事 我们常常是奉献了 后面还有一条遥控器 一条遥控器牵着遥控线 操作他们 奉献给神了 自己还在操作 这就是我们 求神联名我们 懂得在神面前祷告 今天你有什么还没放下的 把它奉献给神 让神接手来掌管 如果神的带领的方式 神的引导的方式 神制作的方式 神的时间不如你所预期的 你也只能去感恩 要知道 神知道 神真的会对你说 我儿 我知道 我知道 所以最后二十二节 你一定要把我 葬回到列祖之地 神必与你们同在 领你们 回到你们的列祖之地 看到没有 约瑟领受一个命令 我们这个以色列 整个家族 未来会成为一个大群 我们不会一直住在埃及 神要把我们 带到列祖之地 所以我都要赐给你 我以前得到那块地 我赐给你 使你比众弟兄多得一份 就是世间这块地区 以色列 眼睛昏花 但是他的灵 此刻 比任何的时刻 还要更清楚 祝福每一位年长的 弟兄姊妹 也祝福每一位爸爸妈妈 愿我们 身体虽然有些的衰弱 年轻见长 眼睛 腿脚 身体都不如从前了 但是 祝福我们 灵 比任何的时刻 都还要苏醒 我们的灵 比任何时刻 都还要看得清楚 看得清楚神的应许 看得清楚神的命定 看得清楚 神在我们整个家族 对我们荣耀的呼召 以及应许 愿主祝福我们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